最后出厂的是小雪 那么他想跟我们一起去开发Movetalk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先把它加入到项目的一个贡献者的列表里面 这样他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去对这个项目的进行修改去提交 然后push到远程的版本库里面 我们可以fetch小雪的提交 然后再合并到自己的本地的一个分支上面 先去把它添加到项目的一个贡献者的列表里面 打开项目在GitHub上面的一个页面 然后点击编栏上面的这个Settings设置 打开项目的一个设置的页面 再找到Collaborators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搜索一下 想要加入到这个项目的一个协作者 我们可以找一下小雪8080 这个是小雪在GitHub上面的用户名 然后点击Add Collaborators 添加贡献者 现在小雪8080这个用户就拥有了 写入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权限 她会收到一封通知的一个邮件提示她 我们已经把它加入到了MuWeTalk 这个项目的贡献者的列表里面 打开一个用小雪身份登录到的GitHub上的一个浏览器 小雪想跟我们一起去开发 她需要先去克隆一份版本库 到自己的本地的一个设备上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远程版本库的地址 然后复制一下 回到我们的命令行的工具 在桌面上去创建这个克隆的版本 输入GitClone 后面再加上这个远程版本库的一个地址 克隆以后的版本会放在MuWeTalk下关线小 这个目录的下面 然后进入到这个目录 如果小雪用的是自己的电脑 那么可能已经在全局范围里面设置了Git 它的名字还有email的地址 那么这里我们为了演示 可以在这个项目级别里面再去配置一下 输入GitConfigUser.name 设置成小雪 然后再设置一下它的email GitConfigUser.email 小雪at您号.net 然后小雪就可以继续的去开发这个项目了 比如她想去修改一下这个readme.md这个文件 再去提交一下这个修改 完成以后小雪就可以把这个提交 推送到远程的版本库的上面 那么这里呢 我还是需要先去清空一下保存的GitHub的密码 打开Kchain 搜索一下GitHub 选中 然后删除 再回到终端工具 然后输入GitPush 去推送一下 不过在推送之前 小雪可以先去提取一下 看一看这个远程的版本库有没有更新 输入GitFetch 这里提示没有更新 然后呢 再去执行GitPush 去推送一下 推送的是Origin 空格 推送到Origin这个远程的版本库里面 推送的分支呢 是Master 再回到项目在GitHub上面的页面 这里呢 你会看到最新的一次提交 是来自小雪 我会看到最新的一样的 我会看到最新的一样的 是 我会看到最新的一样的